Game Boy 可謂伴隨著 80 後和 90 後成長的童年換伴 幾乎人人都曾經擁有或玩過 原來今年 Game Boy 已經 30 周年了 Game Boy 是 1989 年 4 月 21 日推出 是任天堂第一款可以換卡帶的手提遊戲機 4 粒電池大約可以玩到 35 小時 當時大約 700 港幣左右 之後推出過薄版的 Game Boy Pocket 98 年只在日本推出過 Game Boy Light 同年 10 月推出的 Game Boy Color 來自雙 CPU 機能大躍進 而且有彩色畫面 這歲代 Game Boy 的總銷量達到 1 億 1869 萬部 其中最高銷量的遊戲就是俄羅斯方塊 今年 Game Boy 就 30 年 其實最主要是原裝款 這個 原組 Game Boy 到後期它的原組機 就出了其他的顏色 透明 紅色 綠色 黃色 黑色 當年 Game Boy 因為沒有燈 畫面的選擇很小 黑色不夠 我只會加一個 Light Boy 加上這個真的都清楚很多 到後見 KONAMI 也出了一個 像座台式 階機的遙光 加上這個就可以放在家裡 就像座台機一樣去玩 它就很佳機的感覺 有燈去做和放大鏡 一次過做了,跟著聲音就變了 Gameboy 的對戰 cable 就常常見 但四人連線的配件你又有沒有見過呢? 原來 Gameboy 曾經出過很多款的四人對戰遊戲 在遊戲和卡帶上都有標記 不說不知道,原來 Gameboy 都推出過外置充電池 應該就是尿袋的始祖 那 Gameboy 其實那段時間都出現過可以玩抄遊戲 原來任天堂都推出過能夠重複消錄遊戲的卡帶 可以在日本的指定地方買遊戲和銷入卡 其實 Gameboy 當年都有幾個對手 最後為什麼它可以跑得出呢? 本來 Gameboy 它是輸時計畫面 但為什麼後來可以爬上去呢? 就是很多人買了 GT 買了 Game Gear 因為它的電池反而熬不到那麼久 Gameboy 反而可以捱到很久 而且配件多 現在是多人找回原組 Gameboy 今年 因為30年已經有班人知道了 加上美國隊長照片是玩 Gameboy 亦多了班人去查詢 Gameboy 的遊戲卡帶 就是這樣 一般來說 遊戲如果現在買其實原裝帶不會太貴 如果玩好像俄羅斯一樣 其實幾十元都可以有個遊戲 去儲回玩 文哥雖然已經收藏了很多機 但這兩部曼聯和費倫天拿的 Gameboy 連它都說難入手 不知道大家又有沒有呢? 之後我們看看收藏遊戲的 MNC 他對 Gameboy 有什麼回憶和感想呢? 舊這部很多人都會說跌落地下 偏偏插插插 他們的畫面很多時候都會爛了 不見了一行行不見了一行 打動又有打橫又有 很多人都因為這樣就會要活機 當時買機不愛乎就說 機一定是跟著遊戲 俄羅斯方法是連買一隻馬雀 再加一隻貓寶兄弟 接著就會叫你買賣的 火牛啊 皮套很流行 小孩子玩很容易 跌難就買了一個Korrahami MNC自己收藏了大量的Gameboy遊戲 有些是小時候買的 有些是大過了才買回來 這個是Bomba Man Collection 那時候出是為了被吸引小朋友 他就跟回當時日本很流行的糖果那些官 包裝來做設計 就會有說明書 但說明書就不是大家看慣的一本本 而是打開式像玩具一樣 這隻就是第一代的超級機械大戰 始祖中的始祖 出的時候其實第一代就是Gameboy 這就是第二次機戰G 最特別的地方是大家很熟悉的G調 貴信是第一隻的機械大戰戰G 其實MNC還收藏了很多遊戲 很多都是我們當年的回憶 你又記得多少呢 最後我們找來幾位讀小學的小朋友 看看他們知不知道什麼是Gameboy 只知道是遊戲機 這個Gameboy Gameboy Gameboy 就算婆婆買一些遊戲機給媽媽玩 但媽媽也不玩的就是Gameboy 我覺得這個不太好玩 因為有點懵 好玩 為什麼好玩呢 因為蛇死 畫面有點懵 例如要用很透光才看得清楚 看得清楚 很蒙 看不到 雖然四個小朋友都沒有玩過Gameboy 也都覺得畫面很蒙 但他們玩的時候都很投入 你不叫他們停 他們就會繼續玩 最後讓我們看看 這幾個小朋友覺得Gameboy值多少錢 50萬 200 100 200 其實小朋友對遊戲機是沒有抵抗力的 都會搶著來玩 不知道再過三十年之後 他們這一代的回憶又是什麼呢